我臉重 大家好 我是艾萱媽媽 那我從事的工作 其實應該存在大家的身邊 就是大家把電視機或網路的時候都會看到非常多的公告 那我就是綁到從業人員 那我覺得這個 說法其實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不僅是可以把你所學的東西 所你的想法 甚至你自己的特色把它傳達出去 那我覺得 所以我會鼓勵我的孩子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當然我覺得對老師來講也就是他說的 其實早練了20年的公式很重要 不管在面試上 或者你在做銷售上 其實都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我剛剛看到的大家對於自己的夢想 我覺得都很棒 那我自己其實也是蠻 覺得很希望自己能夠挺住自己的 挺孩子的夢想 那我相信在座媽媽爸爸也都是一樣的心情 只是我覺得人生有非常多的無限的可能 那我們應該跟孩子一起去去 確定這個夢想要去找方法 那這也是我現在其實也不斷的在摸索 也不斷的在自我檢討的部分 我如何在很清楚知道它的夢想裡面 如何發現它最有價值的能量 讓它能夠做最好的選擇 然後一步步不管是跳板式的也好 或者是直線式的也好 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夠跟孩子們一起 找到這樣的夢想 完成它 謝謝